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详细的去做解读 这个盘到底是危机 还是一个转机 其实今天这个盘 它是既有危机 但是它有转机 那你会说 淑芳老师你讲是废话 你要通包 包娘 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危机 是台北股市真的破线了 它的危机是来自于 在技术面上面 它出现了危机 那它的转机是在哪里 是在未来里面 可能的资金面 它产生的一个转机 那我在这边里面 我会分析给大家听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选股 是很重要的 因为台北股市 在今天里面 我们看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它在今日里面的一个低点 它跌破了惯性的轨道线 我们知道台北股市 从我们在之前告诉大家 前波 一万七千点之上 一万七千五百点 一万七千七百零九点 前波的高点 你就是卖股票 不管什么股票 卖就对了 因为有钱都在卖股票 沿路以来 它到了半年限之下 年限之间 我说大破坏的大建设 他们再买回来 你要跟上大户的一个脚步 那这一次就很吊诡了 这一次里面来讲的话 台北股市 他们的一个操作上面 他们是看个股 也就是说有些个股 到它的目标价 它觉得风险大于利润 它就卖 它跟指数上面 它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在这一点 你要先厘清下来 它并不是一种 追杀式的一个卖压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台北股市 在今天破线 破线 有量吗 它并没有量 所以我说它并不是一种 追杀式的卖压 那第二件事情 那危机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说一个多方式 它持续的存在 它不可以重叠前坡的起涨 那前坡的起涨是在这里 还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 还是在这里 有些人看很极短线的话 那当然就是在这里 那之前里面来讲话的极短线 我们用电脑来看好了 之前的极短线呢 它的低点就是 17597点 它跌破了 对不对 它跌破了 所以有些人就会看 这个是M 可是如果你看M的过程之中 它的量上面在这边是很大 在这边是很小的 理论上我们说跌破颈线 要带出量 就像你突破颈线 你要带出量 这个才叫做真跌破 或是真突破 它今天都没有量 所以就大盘跌破月线而言 观众朋友 你该小心 因为它是这一波 从半年线 我们跟大家讲 大户买回来的过程之中 它的第一次 站上月均线 月均线 季均线 黄金交叉之后 第一次跌破 也就是说 它从15159 涨涨涨涨到18000 我们说18000 就是固定有人卖 那固定的一个卖压的过程之中 他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守住这条月均线 或是守住这个低点 它的range很小 对某些有钱人而言 我们说 我们很辛苦的一般投资朋友 一个一趴 两个percent 三个percent 厮杀的非常激烈 每一天都在那边当冲 可是对有钱人而言 他们的想法并不是这样 我是说风险利润空间 是他们的一个思维 这个思维是不大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站在 这样的一个角度上面的技术面 它是转弱了 它是转弱的 可是从中线上面来看 我们就来看 所以中短线 有没有确定转弱 中短线确定转弱 它确定转弱 也就是说从15159点以来的起攻到 18030点 这个附近 它基本上来讲 它的多头结束掉 那它不是不能够在一个多头 它可以 但是它历经一个中短线上面的修正跟整理 它才可以 那这个修正跟整理 它就会出现了几个状况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探讨的 也就是说第一个 如果看中线的人 它会看什么 它会看这个才是前坡的起涨区 这个是极短线会看M头 但是我会跟你讲量不对 那另外一个在技术面的一个危机是 它在今天的KD指标正式的跌破到 5843 如果明天没有大涨200点以上 如果明天不是呈现的大涨 那这个KD指标一定再往下 那再往下 它就灌破了指标50的强势整理区 所以它也跟你讲 在技术面而言 它是比较弱势的 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上面 那整个台北股市 它的技术面上面而言 我说它是危机 那转机到底在哪里 转机在根本跟这个技术面上面 是没有关系的 转机是你回头去想想 在当时候 拜登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拜登跟中国比较好 但是事实上 拜登有很多的东西叫 消归潮水 也就是说 他不管对中国的一些的政策 或是对于整个股市上面的一些的策略 或是对于货币上面的一个操纵的方式 基本上来讲 大概跟川普时代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那我们也知道说 美国它是可以放空的国家 他们的一个外资 像基金它是可以放空的 台湾的基金是不可以 台湾的基金是不准放空 只准做多 美国是可以的 大家先了解到 美国跟台湾外资的操作的基金 它最大的差别点是 美国可以做空 台湾是不可以做空的 那你了解到这个部分 我们就跟大家讲过 说在这一次 台币股市它出现很大的一个状况 它就是来自于台币不再强势 当你台币不再强势的时候 你这个被动型的基金 你这些对冲型的基金 以货币为中心思想 期货选择权为赚钱的目的 现货市场只是它的工具 你一看 新台币又贬值 你就知道 这个外资在今天里面来讲 一定又是卖超 昨天大卖对不对 它今天一定又是卖超 可是今天它的一个卖超的过程之中 我为什么说有一些些转机的一个存在 就是如果你的美国股市 我们拉回到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如果 它最快 他们在上一次里面来讲 它每一年的 每一年3692 都会有些费的会议 费的会议在月初的时候 都会讲一些事情 它就讲它最快 这个月的月底 它就会去针对 房地产方面的债券 它去做回收 也就是说 它会去做缩表 第一个缩表 是在房地产的一个部分 那你去做缩表 你的美元就会强 这就是对冲里面来讲 或是整个一个被动型基金热钱 它担心美元走强的一个原因 可是你来看 如果你的美国股市 这样子跌下来 S&P500 也跌下来 然后我们来看 其他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在费半的一个指数 也这样跌下来 你觉得它会不会去缩表 或是美国 它就跟你讲 哇这个印度的 data的病毒 有多么的可怕 它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的复苏 它会不会去做缩表 所以它的一个转机 是来自于 它担心因为印度data的病毒 它产生的影响性 影响到经济的复苏 而造成美国股市的大跌 对不对 可是美国股市的大跌 它反而会造就美国这些 废的官员 财政部长 他会担心 他那锁表那不是更严重 那经济就没办法复苏了 所以它的一个转机 是在资金面 它就有可能不去做回收 大家一定要先搞清楚 技术面它是危机的 可是股市上面它分成几个 基本面 技术面 资金面 筹码面 所以资金面 如果它不去做回收 那美元就不会一直转强 不会一直转强 那外资的卖压 就会告一个段落 配合到明天 是台子期的结算 大家应该知道 美股的盘后盘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它是反弹的 它是反弹的 你认为它会等到明天 才给你结算吗 如果你今天看到了 果然外资在今天 把现货整个打下去 金融股 什么股票都给你打下去 然后它的空单去做回补 那这个部分就是告诉你 它应该明天的卖压就减轻 它提前去做结算 这是观众朋友 要稍微去做留意的 所以台北股市 你也必须要去留意 在资金面上面的转机 是不是 又是华尔街市场的 对冲基金的一个扬谋 因为对冲最喜欢 就是这些资金面 运用资金面 在这边杀进杀出 那如果美国股市跌 它就可能不去做 房地产方面的 一个缩表的一个动作 那目前的台北股市 它在这个时间点的危机 它是出现的 因为它跌破了 越线的轨道线 跟重叠 前波的低点 17597点 所以多方必须重新整军 它是一个事实 它必须重新整军 在这个过程中 我建议持股 不要超过5到7成 之前是7成 你要下降到5 那为什么这个部分 不是看坏台北股市 我们知道每一次的一个 多方的结束 修正整理 看来再过来看 它是空头还是多头 那江山就会带有才能出 每一次里面 这个多空的循环 它会出现几件事情 一个它到底要不要换主流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的盘面上面 就告诉你几件事情 有些人压空 就是这个台北股市多头 结束掉了 所以它去选择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的 我们本来就是跟大家讲说 这个指数有修正的压力 18000点 它是有特定性的卖压 你就去投资组合里面 纳一些生计个股 已经很多生计个股 配合到高端的EUA 就紧急授权过了 生计个股很强 这就是认为指数可能要修正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的资金呢 就像你今天来看大盘 它跌破了月线 那跌破了月线 它大概分成几个 假设它是空方式 它位阶会调整 所以你今天第一个 假设你要买的人 你不能够去追高位阶的 你绝对不能 因为你现在不晓得 它的危机跟转机之中 它的时间顺序是怎么来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如果你的股票这样下跌 你高位阶的有时候会补跌 所以你如果今天要进场 你是绝对不能够去买什么 高位阶的 这是第一个 怕位阶性的调整 再过来呢 你要怕的是什么 它可能要换主流 我今天稍微看了一下 整个台北股市 还有几件事情 电子个股 四成到五成的资金 一个礼拜以来 它都不动的 它没有动 然后呢 钢铁人跟航海王呢 它的资金上面来讲话 去做移动 航海王最高到五成 现在大概三成多 钢铁人本来四个percent 大概最高到十个percent 有部分的资金跑到了什么 我刚刚谈到的生计个股 但是钢铁人跟所谓的航海王 都有共同的特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到 你可以发现从昨天开始 大家都铺天盖地 告诉你航海王 要股东会 这个股东会 大家对于获利上面来讲话 都非常信心 钢铁个股呢 中钢也告诉你 这个月的获利 上个月的获利有多好 可是你们发现都涨不动 未来钢铁人跟航海王的资金 到哪里 这是你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 它到底在哪里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就跟大家讲说 它的危机是来自于它的技术面 的确是破线 它的转机是来自于资金面 它有可能是一个阳谋 然后再过来 它可能会进行一个未接式的调整 或是主流的意味 因为有很多的个股 有跌破月线吗 没有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去留意到几件事情 做极短线的人 你没办法 日KD一直在交叉向下中 没有交叉向上 你就基本上 你就静待交叉向上 你再来进场 再过来 昨天融资是不是增加 今天大跌 那就告诉你 融资进来的不是大户 是一般投资朋友被逃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一直提醒大家 不要使用融资的原因 就是这里 你不要在一万八千点 你才说 我拼了 其实股市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当你的修正 危机的出现 股市做一些的 中短线上面的修正 那个时间点 它才是一个机会 那以我来看 目前的融资 我个人认为 它的符合非常的多 你一定要避开融资增加 股价弱的个股 暂时要去避开 暂时要去做避开 那你留意比大盘来的强 譬如说今天大盘跌破月线 它还守住月线的 或是低档转强的 本来不强 就现在它被股市修正 它开始转强的个股 这就是大家未来里面 可能要去做留意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外资到底有没有在今天提前去做一些期货的结算 那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看期货 它的空单 本来三万多口 有没有去做下降 如果有的话 那大概就提前结算 你明天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可是我个人认为 因为接近8月15号 我在之前讲到 虽然有很多的产业 我们的趋势上面 是看好的 但是像第三代的半导体 它有些个股 它的第二季的获利 或是上半年的获利 它没有这么的高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必须要去观察到资金 它会不会重回到一些业绩成长个股 获利比较高的个股 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我跟大家讲 这个危机就会度过 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在这种时间点 我说台积电它的法说会 它已经告诉我们 在下半年台北股市 产业个股都有很多会猪羊变色 这是观众朋友 自己要去做留意的时间点 那这边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不会言 这个时间点里面的台北股市 有危机的产生 但是它有转机的一些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趁着这一次的拉回 跟着属方一起去选择 我刚才讲的 它是有转机机会的 它在位阶的调整的过程中 将来有机会往上去做调整 这一类型的个股是比较好的 总比你不断不断的 去做一些的追高 万一位阶式的调整 去做补跌 那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里面来讲的话 还要去注意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看起来钢铁人跟航海王 他们的资金都没有办法 去做增加 那它的一个利多上面 也没有办法在股价上面 去做一些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 你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对于航海人 航海王也好 钢铁人也好 你不要太过的一个 所谓的追高 你用区间相形看待 前波的低点 仍然是你必须要去做留意的一件事情 跌破的话 你还是要去走人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的一个台北股市 我个人认为 鼠放一项是实话实说 技术面有危机的产生 但是资金面 它是一个转机的机会 那有钱人他到底看哪一块呢 我觉得他会看一些资金面 然后再去看的是 如果有一些的个股 它将来有比较大的一个上涨的空间 那就是一个机会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度 翻转人生财富起飞 我的看法是没有改变的 这含有很多投资组合的转换 很多未接式的调整 很多产业里面来讲话 珠洋的一个辩设 如果未来里面来讲话 投资朋友不管对于大盘 不管对于投资组合 不管对你手上的个股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翻转人生财富起飞的一个计划 跟上我们在盘中 全新的一个操作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刚刚已经谈到说台北股市今天虽然跌破了整个小景线 也跌破了月线 但是它并没有带出量能潮 那因为月均线还是向上的 那配合到三个月前 整个季线扣的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季线扣的位置 一个礼拜之后 它会往之前最低点15159去做扣底 所以就中线上面而言 中短线是空了 中长线上面它是没有转空 你不用过度的担心 所以我们在说 投资组合一定要比大盘更早去思考到这些 所以我们在之前说 18000点的确看到了一些 很特定式的一个卖压 那我也给大家看过说 我们当时候在200多300多买金硕 买金硕 它就跟大盘不一样 它可以这样子涨了一倍以上 然后我们拖拖到获利做了结 那我也在90几块钱 100块钱在这个节目里面 来推荐了美食 大家应该还记得 那你不能够说 今天的美食 大盘在点 你才要去做追高 问题是你知道美食这一段 从我们讲的90几 100块钱出头 到今天最高153 第一个 有没有150块钱整数关卡 第二个 有没有2到4个%的正乖利 一定要正 第三个 有没有一下子就涨了5成6成 有吗 所以我们说再好的个股 属方也一样 其他的老师也一样 你在2到4个%的正乖利的时候 你不要过度的去做追高 因为它已经连续性的涨停 到今天已经153了 153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其他的跟疫情上面来讲话 疫情我们说过 未来里面来讲话 我们必须要学会 与病毒共存 与病毒共五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一些电商的个股上面 从我们在之前里面来讲 跟大家讲什么91APP有没有 当时候335 你看6741 91APP 今天最高427 短短一阵子 它也可以涨了多少 涨了将近100块钱 所以这都是未来里面来讲 它一个 真正已经所谓的人类生活的改变上面 它产生的质变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至于第三代半导体 我刚才已经讲 仍然看好 可是你自己要去注意一下 尤其是像累金的部分 它的本益比会比较高一点点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 二极体的部分 也到20倍本益比以上 你现在不是说 不看好第三代的半导体 你要等它稍微修正 稍微修正之后 你再去做留意 248亿的强茂 我们是倍数性的获利做了结 50几块钱买的 我都在这个节目里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5483的一个中美金 100多块钱买的 涨停板的这一天 也获利去做了结 再过来 我们说过 你的选股 在这个过程中 我刚才有讲 迹根转积之中 请问前一阶段 台北股市的主流是什么 台北股市是轮动快速 航海王 钢铁人 电子 在轮流当主流 可是如果在这一次里面 我在今天看了一下 钢铁人跟航海王 在利多的过程之中 它都是有瑕疵的 假设整个资金上面 它能够回到电子个股 那电子个股 你要选的是什么 第一个 你要选择猪羊变色 下半年比上半年好的 而且位阶低的 因为台积电已经告诉你 在下半年 车用的电子的部分里面 不会缺货 再过来 你要去选的是什么 你不要去选第三季 是今年营收高峰的 那会在第三季股价建高点 你要看得到 这家公司里面 到第四季还是比第三季好 这才是你去留意的 那其中里面车用的 一个电子的部分 跟大家讲过 影像感测器 或是整个一个低轨卫星 也有所谓的车子的部分 自己留意 那至于在金豪哥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了 从130 140节 沿路到189.5 那这一波的上涨 就是什么 美国要打中国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我觉得电子个股 可能有机会 有机会的资金的流向比更高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 这个式的一个拉回 就是大家翻转人生的起始点 尤其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要跟着蜀方操作的观众朋友 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翻转人生 财富起飞的一个计划 跟上我们在盘中 全新的一个操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